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雲生 I'm Henson 今天要帶來的是 我們的吸路卡 而且我已經順利的1到S企劃拿到了全服吸路卡 而且積分排名目前排在第二名 然後目前S11顆星 就基本上我打到S的時候已經上全服了 只不過我想說要打到前三名嘛 才能讓你們幸福我的吸路卡 所以我就特別了 我就把統整了我把這幾場打下來的吸路卡的魔紋 以及出裝 首先呢 我先講解一下吸路卡的魔紋 魔紋呢 走魔龍路有三套 走打野位只有一套 所以基本上呢 它是跟藍色跟黃色跟紅色有關係 綠色的話也是可以帶 只不過會變得比較拖後期 就沒辦法脫離戰鬥 或是那個可以使用 那個帶綠色只會帶那個 叢林遊俠 所以叢林遊俠感覺就是不太需要 然後第一套 你要穩農 或是對面是強制型的射手的話 就是卡芬妮阿什麼 就是可以帶這套 是百搭的 復活這套 然後這個如果你覺得前期 要反野阿就可以直接點出這個 如果你要打後期 然後裝備出百爆的話就可以出這個 可是我是習慣這樣子帶啦 因為我的裝備不會出到百爆 我會出一個電刀之後再出我的聖劍 可以讓我的傷害最大化 然後第二套的話呢 就是這一套 就是反野的小精靈 反野非常的強 然後再點開你的強化恢復 讓你的賴線能力非常的提升喔 然後這一顆可以換成聖光 如果你是打野的話可以換成聖光 然後如果你是走線我覺得他蠻缺膜的 所以還是點開這個回膜的是最好 如果是反野帶小精靈 或是紅色的這個 都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或是這樣 都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只不過黃色的還是盡量點開回膜的 就變成沒有強化恢復 去吃一套爆發的傷害 然後這個東西 就取決於個人阿 你要出百爆就可以這個 可是我盡量前期我會喜歡一點 攻速因為他大招吃攻速 非常的重要 然後西路卡是一隻很吃大招的英雄 他大招其實 後期兩三槍就可以秒一個C位喔 非常的強 然後他前期的話 跟人家硬點 跟AD硬點 基本上沒有一隻AD點的贏他 因為他有二技能 只要丟的好 直接破防 就可以造成單殺 或是前提是沒有輔助在的情況下 就可以造成單殺 接下來介紹的是西路卡的出裝 出裝第一套魔龍路的 就是基本上電刀跟聖劍 是我覺得必備的 然後 再一個四血弓跟天蟲 因為後期你要打坦克嘛 然後你這樣子 而且四血弓開啟 其實大招期間可以開啟四血弓 跟人家對拚阿 就是只要有一個隊友保著你的話 你對拚基本上血線是很健康 然後你又可以站在中前排的位置 就不會一直在後排阿 西路卡其實在前中後排都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而且他大招下去可以加雙防 雙防其實就有一個坦度啦 然後前期我教各位遇到什麼樣的角色 就可以站著跟他射 如果同樣等級 如果遇到悟空 直接架炮台跟他射 因為悟空前期是非常吃暴擊的 然後他如果你加防禦 他暴擊下來傷害也不會非常的高 然後再來的是 甲蟲 前期就是直接架炮台 上四等直接架炮台跟他射 都不是什麼問題 然後後期的話就要怕了 後期那些角色就沒辦法直接架炮台 所以架炮台的時機點也非常重要 西路卡的核心技能其實就是他的大招 每個人都覺得射一射幹嘛要用大招 可是大招其實是 你的距離抓得剛剛好 他們摸不到你 你摸得到他 這是西路卡手藏的非常大的優勢 然後第二套呢 我帶來的是打野 打野就是直接出一個攻速 然後再出一個攻速鞋 之後呢直上聖劍 因為攻速的打野刀可以慢慢疊攻速 西路卡前期我覺得攻速先撐起來 可以讓他的大招傷害 大招的間隔 如果你沒有攻速他會咻 咻咻 就是這樣 如果你出了攻速之後 就咻咻咻咻 就非常的快啊 如果你 可是你盡量不要全部出攻速 盡量塞一點傷害啊 天蟲啊 如果你都出攻速的話呢 雖然射得快 可是你的CD就銜接不上 我是個人最習慣這一套 就是有一點攻速 然後你大招下去慢慢的射 射完之後大招又CD又會好了 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呢 第三套就是 你們最喜歡的擺報 好不好 就是 先出聖劍 先出鞋子 然後再出一個聖劍 然後再出 颶風雙刀 或是 這個爪子 都可以去選擇 然後 就直上 直上嗜血弓 然後再出一個天蟲 然後再出一個天蟲 因為基本上這個時候 就打不太動了 然後最後一件裝 取決於個人啊 我是喜歡鐮刀 因為有時候可以 對面很多刺客啊 可以出個鐮刀 然後遇到潘英 或是奇羅 基本上直接上仙靈 好不好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五五波 就直接出復活甲 然後之後再換手套 如果是法師比較多 就直接出先0 這樣子你的持續輸出 就會非常的最大化 人家一套秒不掉你 你可以慢慢的玩弄人家 玩弄於手掌之間啊 好了 出裝目前就是這樣子 然後想要鎖定我們 更詳細的教學 現在按下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按全部通知 好不好 我是雲生 我們下部影片就是西路卡教學了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